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直接比输部位 没关系 就是你细数 它指那个部位 让大家看得清楚 基本上有两年了 它这个比较简单 它这个是这一点 一定会非常痛 我们就一个一个做给大家看 这个是不是很痛 是 那你怎么无动于衷 我为了配合你 这里呢 你看它真的就是一个点 所以很明确就是这个点 对 我知道 非常疼 这里呢 上面这里 就是第一点点对了 这里就不疼 这个就不严重 因为它到上面的延伸 因为这一点痛 如果足底痛再严重一点 它会延伸上来 一直长 那你看到上面来它就不痛 我轻的也疼 是 汗得出来 那这个真的是痛 那这个真的是有问题 好 你现在再踩踩看看 这种感觉 要踩踩踩 太神了 不会 真的比较好 但是不会比较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你的问题在哪里 这一块疼 这一块 好 这一块 这里呢 好痛 这里痛 好 那这一点痛 是吗 好痛 这一点痛 好 那这里呢 可以忍受 这里呢 也有点痛 有点痛 那这里呢 这点不太痛 那就是都在这里 集中 尤其以这一点最痛 对 你这样说才一两个页是吧 嗯 那应该还不久 好 你再摸摸看 这个地方现在 现在好了 刚才这个地方有点想抽筋的感觉 是哦 这个地方想抽筋 刚才就不能摄置 现在比较好 这一个点呢 这个点现在舒服多了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确定了 好 那来 我们来看看你 你的痛点在哪里 它是这一个点 那它是属中间 中间一般是这一个点对过来 那刚刚主体是这一点 对不对 后半段是这一个点 那这一个中间是这一个点 那如果旁边这里呢 是这个点 有没有 这三个点 所以你不清楚 反正这三个点楼开了 这一片到这里来都会好 那我们如果细分它的痛点 最有可能落在这一个点 那这一点呢 那这个特别冲进去 这一点 这一点也是下面的 我只是稍微移一点 那我再把它融到前面 这个更痛 这个更痛 那你前面这里 应该也有问题 你这里会不会痠 还是这里也会 就是一个战事厌长的 这个都会中间 这里都会 对 所以它连旁边都有问题 它说连这里都会中 那这里就是这里前面管 那这里就是这里 好 那这个整个脚踝就帮它处理一下 好 这样可以忍受吗 这样 还可以忍受 那你这一段没有痛 所以 都痛 这里也痛 你这个足底也会痛吗 对对 连后面这一段也会痛 嗯 你就按着 这个应该这里有问题 你这个都要处理 那你上面这个会不会 这 这里也会痛 真的 那这里呢 也痛 这里也有 是 是喔 那整个都痛 对 我就感觉我的脚特严重 嗯 哦 那你 都痛 这里比较痛 我知道 这里比较痛 因为这里是影响你脚 好 那这一边会不会痛 偏这一边 偏这一边 好 我另外一边 我看你应该也 说不定也有问题 这一边 对 没有像内侧那么痛 这个能忍受 这个能忍受 那这个应该还好 好 那你现在足底你再看看 看看现在那个感觉 有没有比较松 松多 松多了 对不对